好台东来看到位在泰玛里乡的金伦大桥 有着全台最美大桥的美誉 不过在24号却有一名男子扮成卡通神隐少女当中的无脸男造型 来回穿梭在斑马县 甚至是横躺在桥上 这样的夸张行径让在地的居民看傻眼 位在泰玛里乡的金伦大桥 2017年通车是南回公路拓宽改善计划的一部分 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被誉为全台最美高架桥 也吸引许多摄影爱好者到访 成为网路上热门的摄影景点 但在24号却有民众打扮成卡通神隐少女中的无脸男 悠闲横躺在桥上 让在地居民看傻眼 来到泰玛里金伦村 金伦大桥也是游客造访的经典之一 游客对于无脸男的行径认为相当不妥 不应该为了引起关注而搞苦手 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是引人注意但是违反交通规则 而且其实那个桥上面就是车速蛮快的 虽然平常车子可能比较少一点 但是应该会就是 对啊会蛮危险的 对 尤其是台东这边的车子 我觉得其实车速都蛮快的 对 然后要 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 不要为了 就是可能网红啊 要搞那些 就是吸引人的那个 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想法 这样子 金伦大桥首次有民众躺在桥上 也让在地居民担忧 引起模仿效应 而在台东地区 车辆车速相对较快 若车辆未注意前方交通 不小心发生意外 就真的后悔莫及 这章节太马里香报道